中共同俄軍演不若呼籲西方嚴懲中共 全美承諾恢復以軍援以色列解散拉法一半嚇軍 普京解僱四名國防副部長被指安插親信 防禦朝鮮、美、日、韓、張簽署三邊安全合作協議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8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俄羅斯日潛派遣包括核潛艇在內的艦隊潛往古巴 並預計與古巴、委內瑞拉兩國在加勒比海地區舉行聯合軍演 中國媒體呼籲中共也應參與 北約領導人表示,面對中俄日益增長的威脅 北約正在商談部署更多核武器 將其從倉庫中拿出,讓他們處於待命狀態 在俄軍艦到達哈雅那前夕 中共外長王毅在北京與古巴外長進行深度會談 王毅說堅決反對美國對古巴的封鎖 反對美國將古巴列入支控名單 中國媒體騰訊網軍事專欄東方點兵聲稱 俄羅斯船艦預計在古巴部署幾個月的時間 準備參加與古巴、委內瑞拉軍隊共同舉辦的聯合軍演 俄羅斯空天軍會再派遣兩架轟炸機參加軍演 俄羅斯核潛艇前往美國後花園 會對美國民眾造成壓力 中國近年來持續對古巴進行政治、軍事上的支持 未來有機會可以透過古巴對美國造成直接的威脅 現在中國應該與俄羅斯進行合作 對美國西海岸地區和阿拉斯加地區進行騷擾 據悉,俄羅斯護衛艦和潛艇現在位於哈雅那 距離美國佛羅里達群島南部的基維斯特僅100英里 俄羅斯首首高超音速核導彈隱形潛艇 阿爾漢格爾斯克號首次出海 專家警告說,它的導彈可以打到一千多公里外的目標 對北約軍事基地和重要基礎設施構成嚴重威脅 但是17日,網傳影片顯示 俄羅斯核潛艇赫山號的船體出現問題 其船體有好基礎出現剝落現象 有網友評論說,這艘潛艇的外殼是密封的 並且使用壽命很長 需要更換隔音場,敢講明潛艇其餘部分的情況一般 17日,北約秘書長斯特爾騰貝格說 西方必須懲罰之前俄羅斯的中國 北約計劃,將更多核武器置於全面戒備狀態 我們不僅害怕俄羅斯,還害怕中國帶來的安全後果 北約有利於歐洲安全,對美國的安全也非常有利 美國佔世界GDP25%,北約佔50% 北約與美國共同控制著世界75%的GDP 據國際廢除核武運動發布的最新報告 世界上9個核武國家在去年 美國支出總額比其他所有核武國家的總和更多 第二大支出國是中國 俄羅斯僅僅在後 17日克里姆林宮證實 普京再次訪問朝鮮,之後訪問越南 美國最新報告顯示 俄羅斯在烏布克蘭戰爭中使用了朝鮮製造的導彈 自平壤2006年進行第一次核試驗之後 聯合國對朝鮮進行了一系列的制裁 但專家們說 朝鮮繼續發展核武器和核材料的生產 路透社緩引分析說 俄羅斯向朝鮮示好是試圖建立取代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努力的一部分 而俄羅斯看到朝鮮在其與西方的戰爭中 作為軍事夥伴的價值超出 僅僅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尋求武器交易的範圍 在金正恩去年9月訪惡期間 普京承諾幫助朝鮮將間諜衛星送入軌道的計劃 今年5月 朝鮮運載衛星的火箭 在星空後無來就發生爆炸 令金正恩遭受一次令人難堪的挫折 分析表示,普京可能在訪問平壤期間 再向平壤要求獲得更多彈藥和彈道導彈 另一方面,美國軍方官員證實 例如布克蘭使用了一枚美國製造的愛國者導彈 在阿速海上空擊落了一架價值3.3億美元的 俄羅斯A-50預警機 這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因為俄軍僅有幾架A-50可用 而A-50對俄軍的空中行動至關重要 烏克蘭聲稱,烏軍在2月份擊落了第二架A-50 俄軍只剩下6架A-50間諜機再運行 如果再擊落一架,俄軍將無法全天候部署他們 英國情報機構說,A-50對俄羅斯能向烏克蘭上空開展行動至關重要 它對俄軍面臨的威脅,提供空中預警,還具有指揮和控制功能 美國防空同導彈防禦司令部助理參謀長克萊門特認為 烏軍似乎不僅將愛國者系統運用到其作戰能力的極限 而且很可能將其部署在非常前沿的位置 17日,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西爾說 隨著包括首批F-16戰鬥機在內的外國軍事援助逐步抵達 時間將對烏克蘭有利 而俄羅斯在戰場上獲勝的機會將減少 17日,在拉法戰鬥開展40天後,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哈馬斯在拉法的一半部隊已經遭到以軍解散 當地至少550名槍手被消滅 也是在當日,以軍宣布決定在加沙每日實施局部暫停戰鬥 同意擴大對當地居民的人道援助流量 相關做法引發關注 17日,美國拜登政府的高級特使訪問以色列 美國與以色列高層的會談取得申的進展 同時,有觀點認為,以軍的政策改變與美國有關 媒體報導指出,白宮在關於推動以色列軍事援助的問題上取得進展 第十二頻道新聞當日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言論說 上星期在以色列舉行的會議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向總理萊塔利亞湖承諾 華盛頓將在未來幾天取消對向以色列轉讓武器的所有限制 匿名人士說,萊塔利亞湖要求 恢復與戰爭開始時相同水平的武器援助 在布林肯作出承諾後,萊塔利亞湖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國防部長加蘭特、戰略事務部長德曼 與國家安全顧問哈萊格比,確保後續會議上推動恢復武器轉讓 當日早些時候,萊塔利亞湖正式宣布解散以色列政府的戰時內閣 在此之前,由於意見不合,戰時內閣成員之一 也是反對黨成員的前國防部長金慈已經宣布退出 此舉動反映出以色列政府內部的轉變 多名以色列官員表示,在此之後 萊塔利亞湖將與其某些政府成員舉行小型磋商 討論關於戰爭的敏感話題 成員中包括極右翼的執政黨高層 有觀點認為,在加沙戰爭期間 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國家是美國 如今以色列與美國關於武器運送的談判取得進展 一定原因在於以色列與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之間的衝突激化 均被需求升高 以色列《時報》報導指出 拜登特使本星期造訪以色列 也是在試圖避免以色列與恐怖組織真主黨之間的軍事對抗進一步升級 一位白宮官員在會前表示,在同總理萊塔利亞湖 與國防部長加蘭特回誤中 特使霍克斯坦尋求壓制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間的完善敵對行動 相關會議的內容不對外公開 此外,霍克斯坦也會見了以色列總統克爾左格 兩人討論了恢復北部邊境安全的迫切需要 克爾左格回應說,促進人質的緊急釋放是解決北部衝突的關鍵 目前以色列表示,願意透過外交手段解決衝突 但如果達不成協議,他將對真主黨發動全面戰爭 以恢復北部邊境的安全 美國官員越來越擔心以色列和黎巴嫩爆發全面戰爭 以軍發言人哈加里少爵在16日聲明說 真主黨向以色列加強了跨境火力打擊 衝突可能引發嚴重升級 駐黎巴嫩的兩名聯合國官員則警告說 兩國邊境的誤判可能引發更廣泛的衝突 存在非常現實的風險 在這種情況下,確保以色列的物資供應 就成了美國和以色列的當務資格 在近期,以色列重拾中世紀武器 對黎巴嫩真主黨發起火攻、投石等打擊 觀點認為,以軍這樣做的原因 也是為了減少軍備物資的候選 可能是為了準備長線戰爭 接下來是廣告時間 我們來談一個健康的話題,三高 現代社會中,患有三高的人越來越多 而且趨於年輕化 中醫認為,三高不僅是表面症狀 而是內臟器官功能失調的信號 比如,高血壓可能是腎臟或肝臟的問題導致 高血脂則與肝臟代謝異常相關 高血糖反映了胰臟功能失調 中醫的理念是,通過條理內臟 恢復人體的內部平衡 從根源解決三高問題 而不僅僅是針對症狀 我們一直為大家推薦的這款 備受好評的傳食療產品 三高代謝寶 由純天然成分製成 秉承中醫的整體治療理念 只在全方為條理人體 改善三高症狀 促進新陳代謝和生理機能 幫助身體恢復自然平衡和健康 我們一齊來聽下 患糖尿病25年的台灣蘇醫師 服用了三高代謝寶之後的變化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關於這款產品及用戶見證 請瀏覽健康520網站 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17日解除了4名國防部副部長的職務 然後任命她的親戚和親信 代替了這些職務 根據克里姆林宮當日發布的總統令 普京解除了副國防部長潘科夫、 查理科夫、社夫佐娃和波波夫的職務 並任命齊維列娃為國防部副部長 俄羅斯媒體證實她是普京表妹的女兒 英國在2022年對齊維列娃實施了制裁 歐盟則將她列為普京的近親 而齊維列娃的丈夫是俄羅斯能源部長齊維列夫 根據最新的總統令 齊維列娃將負責部隊的住房和社會服務津貼 普京在去年任命她領導一個國家基金 這個基金是專門為參加俄羅斯戰爭的俄羅斯士兵提供資金幫助 另外俄羅斯前總理米哈伊爾·弗拉德科夫的兒子 帕維爾·弗拉德科夫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 米哈伊爾曾領導俄羅斯對外情報局近十年的時間 是2000年代普京的總理之一 他的兒子曾是普京總統府內的一名高級官員 財政部副部長戈爾寧將擔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 普京在上個月任命了經濟學家前副總理別洛烏索夫為國防部長 取代了原來國防部長邵伊古 外界認為普京是在國防部安插中於自己的人 這些變動也是俄羅斯戰爭開始以來 普京對國防部進行的一次最大規模的整頓 彭博社報導表示 分析人士認為普京對高層的清洗表明 莫斯科當局相信即使烏克蘭有西方的支持和援助 俄羅斯依然可以在戰場上擊敗烏克蘭 普京在14日突然列出了結束俄羅斯戰爭的條件 被美國和烏克蘭政府評擊這些停火條件是荒謬的 6月15日在瑞士舉行的為期兩日的烏克蘭和平峰會上 一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 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邀請參加 而且發布了一份聯合公佈 呼籲將烏克蘭領土完整 作為結束俄羅斯戰的任何和平協議的基礎 17日韓國國防部發布消息指出政府當局 將與美國、日本、簽署被稱為三邊安全合作框架的協議 為了確定三國之間的安全夥伴關係 應對朝鮮日益嚴重的半島核威脅 消息在韓國和中共高級國防官員會晤的前一天發布 據悉,在18日韓國外交部第一外交官金鴻君 會面中共副外長孫慧東 兩國國防高官亦將加入談話 雙方將會交換對雙邊關係、招先半島問題等領域的看法 韓國國防部長申源實指出 韓國在美日韓國安合作系統上的觀點是 建立一個更有效、迅速、協調一致、且不可逆轉的體系 防範朝鮮造成的威脅 他強調 預計正式的協議將在今年下半年簽署 政府工作日程已經推上安排 相關消息在普京掃訪朝鮮之前傳出 在今今晚歇時後 美日韓三國計劃舉行首次三方中合軍事演習 計時羅斯福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將參與這次演習 聯合早報指出 最新的安全合作框架可能以去年美韓日領導人的里程 被帶為迎風會作為基礎 內容包括應對招先威脅的實際措施 例如共享導彈發射的實時數據、防範招先滲透等內容 近期以來,美日韓首路進行了頻繁接觸 韓國總統魏錫悅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預計在今年7月前往華府北約首路峰會時 繼續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進行關鍵談話 在最近,招先仍然在與俄國進行物資和技術的互換 韓國譴責招先對俄羅斯運送了至少一萬個貨櫃 貨運規模相當於多達480萬發火炮彈藥 這些物資被用於襲擊烏克蘭國土 申元實表示,作為交換 普京政府可能對招先提供了發動機技術 以協助其火箭發射到太空部署衛星 但是,其設施的失敗反映出招先採用技術時 在系統集成的方面面臨障礙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請,請,請,請… 請,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